原有的180度帮我背熟了 新题的话就是看到多少就背多少 当然我这个也会帮你们总结好 因为发给你们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那么很多人就是问我 我现在PTE现在在换题 那我现在这个分数段 到底要不要参加PTE考试 那我今天就全面的帮你分析一下 从36分讲到79 所以就分4个分数段 第一我的目标是36分到42分 如果是这个分数段的话 我建议你等个两周到四周 OK 为什么呢 因为圣诞节还有一周 对吧 圣诞节是没有人在搞这事的 所以你就等个四周 等它稳定了 别去送死 所以你的秘诀就是 等四周别送死 WFD可能是你唯一为数不多 你能拿分的 甚至如果你基础不好的 你会发现WFD是你听力 唯一可以做的你知道 其他基本上你都基本上去 对吧 看天命的感觉 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目标是36分到42分 你现在碰到这个换题记 你就基本上等个四周时间 让它彻底稳定了 对吧 再去背 第二个档的话 就是如果你42分到58分之间 那我建议你都等个两周 对吧 一般来说两周都稳定了 那么再去考 对吧 因为PT的WFD 对你来说整个分值 分值还是很高的 当然你如果要考到42分到58分 你也不能纯靠WFD 对吧 你那些SCT肯定也要做对一点的 但是呢 你心态可能会受影响 而且这个分数段学生 一般来说是最最焦虑的 你真的是分数很高 你也不焦虑 你真是分数很低 你也就躺平了 所以你一定要不能焦虑 你其他提醒也要去看看 你知道吧 他其他提醒的不受影响的 对吧 你最终考出来 不是就看WFD的 你知道吧 还有其他提醒的 对吧 Radar,Loud,DI,SA都要去抿的 你不要因为WFD卡题 就直接不做了 你知道吧 不能太焦虑 OK 所以如果是 这个分数段是42分到58分的 我的秘诀就是 等两周再去考 OK 如果是58分到65分的 叫做寄星题快去考 就是简单来说 就一句话 宁可杀错不能放过 你知道吧 如果你要58分以上的话 因为你想 你如果要58分到65分 你要干屌的就42分 这一阶段的学生 他本身就是排名考试嘛 那一段学生基本上 都不太会去考 因为被 这瞬间还不快点给我去考 但是你要去考 他新题来 你就记住记新题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是 只要看到新题 你就会给我去记 对吧 不会伤你多长脑细胞的 对吧 原有的180分被熟了 新题的话 就是看到多少就被多少 当然我这个也会 帮你们总结好 因为发给你们 对吧 但是毕竟现在这个题 还在变动当中 但你不用去管 对吧 对你来说 你都要65 都要58到65了 多被几道题也无所谓 OK 最后一个 就是要求在65分 66分以上的 就剩下79的 对你来说就一句话 赶紧考 拔上考 懂什么 就关你鸟事 最好他天天变题 你知道吧 你再变得越多 你才跟65拉开差距 你知道吧 最好WFT全变了 最好变成那种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用基金的 你知道吧 然后PD的不是 换新题目了吗 最好快点进来 你才跟他们拉开差距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考到什么66分的 根本不是你会关心的事 哦 喜欢我的视频 观看电视频关注在这里 拜拜